生五個兒子 其實很多是養子 真正生的是這兩個人 林國華跟林國芳 所以 吟水本是演 吟祭 水祭 本祭 那所以 因為這兩個是青森 所以在林本元家族就是這樣 本祭跟元祭 這裡面 所以林國華跟林國村 他們還生什麼 林為浪跟林為元 最出名的是林為元 因為很可惜 西夏五子 所以 這個養子叫做林爾嘉 林爾嘉是 大胖子 是那個養子 那所以又跟這個曲公正在那邊 有關係 這故事是這樣 那個劉明傳 開始那個 我先介紹這個曲公 曲公他四川仁壽縣 他那個 早年那個父親早逝 所以他四母治下 那有一天他父母也 他媽媽也去世了 所以當天呢 他就堆積火柴 四分而往 聖天嘛 聖天 所以那個預防大約 風大為什麼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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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跟劉明傳有關係 有沒有 那個當時有連亂 有沒有 我們去 京台北有連亂 各地有連亂 在荷蘭連亂的時候 劉明傳呢 因為當地也是越流行那個傳染病 瘟疫就對了 所以有一天劉明傳那個 那個 晚上睡覺做夢 夢到那個曲公 曲公真人 靠邊 曲公真人 那個告訴他秘方 藥方 對不對 果然 有一天他 預計這個藥方 第三天還會刷藥 肆癒了這場瘟疫 所以有感於那個誰 這個曲公真人的那個 那個 那個靈驗 所以他沒到 沒 儀房 因為他 他到各地紀任官嘛 會掉職嘛 各地紀任官 他都會 攜帶了這個曲公真人的神像 那18光許10年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要加74 就1884永遠不會錯 1884那不是 當首輪巡撫以後 台灣建設當地首輪巡撫 當時不是有衙門嗎 就松丹蘭就是那個 那個衙門 設立了這個衙門 衙門 所以允許士兵 他當時有下令 允許士兵 如果要參拜 參拜曲公真人的話 可以進去 不用通報 可以士兵 只是平 百姓不行 士兵可以 可以去那個參拜就對了 那終究不是辦法 好 中究辦法說189 189